能够持续燃烧50亿年的太阳 在2067年提前进入衰亡期 从此人类将无法得到足够的阳光 整个地球逐渐步入冰河时代 人类为了拯救自己 启动了重启太阳计划 建造了伊卡洛斯宇宙飞船 搭载巨型核弹头飞向太阳 结果飞行数年净离其消失 只好再次组织8人小队 乘坐伊卡洛斯2号飞船继续执行任务 而这次几乎耗尽了地球所有资源 很快飞船便向太阳出发 巨大的散状防护罩用来阻挡太阳的高温 同时飞船配备了大型植物园 可以为它们提供氧气 还有可以模拟地球环境的人工智能 以此来避免长期处在太空环境 宇航员所产生的心理问题 看似一切都是那么顺利 直到它们飞行了18个月后 飞船来到了离太阳最近的水星附近 如此近距离地观看水星 这让它们暂时忘记了任务的疲惫 而正当飞船准备飞出水星轨道时 突然从电台收到一串求救信号 正是消失七年的伊卡洛斯一号飞船所发出 通过演算得知它们应该就在太阳附近 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危险 当下众人便对就与不就产生了分歧 机械师认为这次任务承载了全人类的希望 所以不要轻易改变航线 而数学家认为一号飞船同样搭载着核弹 完成任务的几率要更大一些 最后还是舰长站了出来 让核弹专家科尔来决定 经过数次模拟发射 科尔发现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决定还是前去一号飞船 就当飞船飞离航线时 这时舱内突然传来急促的警报声 原来驾驶员周密地计算了航道与燃料损耗 却忘记了按照新夹角调整防护罩 而就这一点一度的偏差 导致飞船局部暴露在太阳光下 强烈的高温导致多数部件受损 舰长带着科尔决定出舱检查 经过一系列的排查 发现四块防护板传感器破损 好在二人不负众望 成功修理了第一块防护板 这才让大家松了一口气 可就在这时 炙热的阳光照进了飞船尾部 导致里面的植物园瞬间火光四起 一艘飞向太阳的宇宙飞船 突然响起急促的警报声 舰长带着专家科尔出舱修理 同时调整飞船的防护罩遮住阳光 为他们提供阴凉的修理环境 就在这时 通讯塔反射的阳光却照向了植物园内 瞬间引发大火 工程师紧急打开氧气装置 排除氧气灭火 而没有氧气会导致任务失败 飞船的智能系统重新接管飞船 并恢复了防护罩的位置 此时舱外修理的二人就有暴露在阳光下的危险 这时沉稳的舰长下令让科尔返回飞船 留下自己修理剩下的传感器 可就在修理成功的下一秒 炙热的阳光就照向了舰长 热浪瞬间将它化为灰烬 而科尔朵在遮阳板下逃过一劫 恢复航行的飞船接下来却陷入了困境 植物园的损毁导致飞船没有了氧气补给 剩余的氧气只够维持20个小时 如今他们别无他法 只能前去伊卡洛斯一号飞船 那里或许还有一丝希望 没过多久 随着两艘飞船对接成功 他们便踏上了这个消失多年的一号飞船 舱内布满了人体皮屑的灰尘 明显早已没有人类活动迹象 通过检查发现 这里的滞氧仪气能够正常工作 就连植物园内依然生机勃勃 除了飞行主板被恶意破坏 其他一切都很正常 带着疑问检查船员的尸体 这时飞船突然产生巨大的震动 原来两艘飞船的锁定系统断裂 探查的船员立刻跑回气密舱 结果发现此时的气密舱受损严重 难以再进行对接 如果没有办法 他们也会成为漫天尘埃中的一部分 危机关头 机械师没思想到办法 通知二号飞船打开气密舱 接着让科尔穿上谨剩的太空服 因为他是这次任务的头弹手 剩余的三人则撕下墙壁上的保温膜 将自己的身体包裹掩饰 可这时发现舱门的控制器被破坏 数学家希瑞尔决定牺牲自己 留下帮助他们打开密封门 一切准备就绪 随着希瑞尔按下按钮 瞬间的施压直接将三人吸了出去 可就在飞行的过程中 通讯员意外地撞在了架子上 偏离方向飘入了茫茫宇宙中 而梅斯成功被科尔接住 将他拖回了舱中 剩下的希瑞尔坐在一号飞船的撂望厅 静静地等待死亡的到来 两艘对接中的飞船突然断裂 为了避免大家变成宇宙尘埃 梅斯让人们将保温膜缠在身体上 留下的数学家帮助他们打开气密门 瞬间产生的真空 直接将三人吸入太空 静止飘向对面的飞船 期间飞行的通讯员不慎撞到栏杆 改变方向飘进了宇宙中 剩下的科尔二人回到了舱内 梅斯怀疑有人故意破坏了连接所 经过众人分析大家一致怀疑驾驶员 结果他却选择了自行了断 当初的八人小队如今却只剩下四人 而接下来人工智能却诡异地说出 飞船上还有五个人 经过科尔紧张地寻找 成功地在观测台发现了他 正是一号飞船的舰长贝塔 长期的暴晒让他早已成为了怪物 吓得科尔赶紧逃离 原来当初一号飞船失败就是因为他 现在又来阻止二号飞船 关键时刻 科尔躲进舱室将舱门反锁 成功逃过一劫 而生物学家杨姐对此毫不知情 专心地在废墟中看着眼前的一抹绿色 激动的他刚要与队友们分享喜悦时 贝尔来到身后将他击杀 他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人类自救 让地球走向灭亡 他用相同的方法 将飞船的主板移出冷却池 导致电力系统被破坏 整个飞船瞬间陷入了瘫痪状态 知道一切的梅斯赶紧来到控制室 果断跳下寒冷的冷却液中 重新恢复了飞船的电力 而他却被卡住了双腿 导致他再也没有爬上来 这边科尔发现舱门已经无法打开 拿起喷枪将舱门烧穿 然后用绳子把自己固定在墙壁上 打算用真空挤压舱门 随着按下开关 强大的压力直接将外舱门弹飞 里面的舱门承受不住高压 瞬间也被吸进了宇宙 做完这些果断地来到控制室 启动了飞船分离程序 再脱离飞船的一刹那 纵身一跃跳向了装载核弹的舱室 随着投放舱的点火 飞船也失去动力飘向了太阳 完成了他这次任务的使命 而核弹同样向着太阳坠去 此时的科尔凭借剩下的力气 找到了引爆装置 在弹头融化之前成功地将它启动 这一刻整个空间被热量所笼罩 时间也仿佛静止了一半 科尔知道它成功了 此时他的妹妹内心仿佛被刺痛一半 悲伤地看着哥哥最后的来信 冰封的地球也迎来一丝曙光 灰暗的世界重新恢复了光明